小伙伴们大家好 上回讲到我去山上面看我那一条被冰封了的小战车 但是66号公路赛车太厉害 所以我们下了河床倒走 看风景越野玩水 降入四不物的情况下 我们来到了这条ONETX 可以从山的北边穿越到我们的目的地 Crestline的越野雪道的入口 3.3英里长 越野地图评为终极难度 在查过雪框之后 我们就正式开干了 哦还有这次为了提高这段路的舒适性和通过性 我们先把轮胎的气压给放好了 被冰雪覆盖的终极道实在不好预测 所以我们直接把气压放到了20 那就来啦 英雄波啊英雄波啊 小伙伴奖到一万 但真没想到一上来第一个坡就让我这台坦逐吃尽了苦头 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 乱扔东西这么多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 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 哦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 哎要杀到小朋友那怎么办 就算没有杀到小朋友 杀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 哎又被师傅骂了 重整旗鼓再来一遍 现在只有右前左后两个轮只能够着着地 往后到了一点让右后轮也有抓地的时候 我试图用点冲力让左前轮能到达一个找地的地方 但事与愿违反而是右后轮进坑里边去了 那看一下这下子怎么破了啊 哎再来 哦难怪上不去 原来音乐都停了 要出王牌BGM了 对吧 每次这个神曲一出 保地成功 没想到正义又让我难过一回了 又尝试了好几下还是上不去 于是现在我只好硬着头皮 在这个又斜又滑的坡上面往下倒 试图找一个相对较频可以发力的地方 借助惯性把车冲上去 这边来看一下 他颤的一把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对于他的车来讲 对于他的车来讲好像一点难度都没有 完全不用冲 就这样缓缓的就非常稳健的上去了 所以说四驱车就跟我们的传统功夫一样 基本功要稳 马步要扎实 才是一辆好的越野车 嘿这下子看来不是这条路有多难 而是我的坦图把这条路的难度给增加了 这边还有个小卡 100表示完全没难度 好了背着这片大草原 应该是平原吧 继续出发 那边雪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希望天不会太黑的时候能到的好吧 还好像刚刚这种坡度比较大 路面相对平整的道 这台坦图还算应付的挺好 嘿刚对奖金里边把我叫住了 看是不是嫌我开得慢 你先走你先走去吧 恭喜火山哥 这回换车完全没有后悔了 欢迎加入这个成熟型越野人的行列 至于我这种不开100的不是不够成熟 而是定香未明怕了 看这边的道这么宽 终于迎来了跟100并驾齐驱的机会了 回会准备啊 沿着这条2N17走的大概五分二 我们爬了最后一段这样的大土坡 上面还有一个类似坐标的建筑 路循100踩到底都不好上去 那这回5.7排量的坦图应该能搬回一把了吧 确实大排量爬这种长的缓坡 有它一定的优势 但不要忘记 陆寻它还没有开第4的哦 所以严格来讲 坦图缓爬刚刚那样的斜坡 也占不了陆寻多大的便宜 为什么说刚刚那个就是 最后一个今天爬的大土坡呢 因为前面将要走个路呢 将会被大雪覆盖 诶 等不及了 要上快进 哇哦 那么接下来这段雪山路 会不会又像之前走得那么顺利呢 快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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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 七 他才能上來 那超知道嗎? CUT!